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川普和金正恩两人私下会谈的时候 川普是拿由准备而来的四分钟的朝鲜与专题纪录片给金正恩看了 这部专题的名字媒体没有仔细披露 但是主题我们可以归纳为是攻心之战 这部片子网上也有转播了 主要就是我们可以归纳为几点 其中叫两手读音 有文有武 有威胁有梭理 也有期待 更有展望 总而言之 川普给了在这个四分钟的 用朝鲜与录制的这个纪录片里面 给金正恩显示了繁荣和创新之光已经照亮了这个星球的绝大多数地方 特别是照亮了同处朝鲜半岛南部的韩国 据说金正恩官后 低头不语 显然是有所触动 因为在这个片长只有四分钟的纪录片里面 川普是准备了正反两方面例子 其中可能最打动三旁的里面有不少画面 也显示了有面黄棘受的北朝鲜 川普认为他们也有权利享受这个星球上 其他地方老百姓享有的比较富足的生活 同时给三旁一种希望什么呢 也期待或者说是由他来迈出和平的一步 在半岛无核化 这件事情落实以后 那么美国会全力帮助朝鲜 达到纪录片里面显示着在星球的另外一些地方 所人民享受的繁荣 那么结果 不能说金正恩和川普达成公布一种表达的 是完全由于这四分钟的纪录片所促成的 但是这小小的一个插曲 一方面说明了川普是有备而来 攻心为伤 因为过去恶意相向了七十年来 另一方面 也可以看出正像很多评论家所分析的那样 金正恩之所以在受到外界制裁 走投无路情况下 主动走出 向美方喊话要求举行 这次高峰会谈 确实他内心里也有改变的愿望 我们讲十四兆英雄 很多英雄是诞生在刀光剑影中 但是在剑巴弩张之下的和平年代时候 讲和其实是这样 也是需要英雄 过去大家知道像中东啊 一直是非之地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 也在长达几十年历史中啊 爆发了多次战争 但是一直到 前以色列总理拉宾啊 与阿拉伐特巴结组织的领袖啊 签署了和平协议 率领走出了中东和平第一步 那么 当然 拉宾后来被暗杀了 实际上在 拉宾与阿拉伐特和解之前啊 最早提议总统和平的 埃及前总统萨达特 也被国内的 原教制主义任务 在阅兵的时候刺杀了 这再再说明了 在和平时期 努力致力于和平建设 也是有风险的 很少说有战争年代 一国元首 在战场上被敌国打死 但是在和平年代 却往往可能内部阵营 持不同见解的 另一派 阶段分子 所暗杀 乌鲁拉宾 入于以色列一面也好 还是 像萨达特 埃及一国也好 所以 从这里看出来 要能化干戈为玉帛 可能需要更大的勇气和胆设 唯有大英雄做到 当然这一点 说大英雄竞争 可能会过年 但是不能不看到金正恩能够 再出事一步 并且最终完成了在新加坡 同美国总统 川普见面 达成了共识 也不容易 为什么 这里面不容易 要从它内部来看 因为在六十多年的 家族统治中 北朝鲜这个异化了 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 你要既的利益阶层 就是现在 劳动党 这种群体中的 其他官僚 要转过弯来 不太容易 这是 二一个 这边如果他们是很理性的 能够转弯 同时 他们也会担心 如果国家 大政方政改宣更张了 那么他们的既的利益 可能受到损失 别的不说 真的如果南北统一的话 那么现在劳动党中的一批 既生于体制中 这个家族 封建集权独裁体制中的 很多官员 可能会在未来 失去自己的利益 所以他们可能会成为 竞争走向和解 推动呼应国际社会 要求半岛无核化 这个和解和平运动的阻力 那么这种阻力 在集权体制下 往往可能会爆发出 类似于像政变这种情况 所以说 竞争这是在启程 前往新加坡之前 又报道也是 他进行了军内高层的一次 又一次清洗 主要是铲除 或者说防患于未来 不要人出去了 跟美国中间了 回来回不去了 或者说江山变色 所以这次他尽管带来妹妹一起去 但是把自己的老婆留在了被朝鲜 没有带到新加坡 可能也有为他正守后方的考虑 毕竟有最轻的利益代表者 在场可能就会第一时间 震慑出很多图谋不轨者 说这些 就是说 一个几十年 奉行这个高颂录音的 纯又纯的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极权国家 一下子要跟他们口中 喊的天之第一号敌人的首脑要去会谈 可能上上下下 还有很多转播国外的地方 一个很明显的佐证 这样我们中国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 来说明 金正恩走出了和平的一步 也是要勇气就是 文革结束以后 该开放几十年以后 披露的国家档案里面 承认了确实有人 曾经对 我们所谓的第二道领导核心 邓小平进行过暗杀刺杀活动 其中有一次暗杀 未遂了 就是发生在上海西郊宾馆西面的哈密鲁上 当然在哈密鲁离开西郊宾馆 还有一个近千米一公里左右的距离了 破坏了 这次在军用卡车上装了炸药的 图谋不轨的人 就是所谓的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他们为什么要企图对小平造成伤害 那就是因为他们认为 邓小平推行的 就是毛泽东生前所批判的 走资本主义路线的道路当场全盘 走资本还在走 所以他们看不惯 温哥后邓小平拨乱反正的政策 所以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旗号 要对小平进行楼梯上海 当然这没有成功 是中国人民大幸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 就是说几十年意识形态洗脑以后 好多人他会执迷不悟的 正像很多中东地区的 这个原教主义宗教极端分子一样 他就认证了 这于毛泽东搞的那条一打二攻的办法是对的 小平搞的改革开放 无论现实准备的话 他认为总是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表现 更阴言了毛生前说话对 所以邓小平走资本还在走 果然是毛死后还真的在走 而且带领全国人民一起走 尽管官方口头上是挂羊头卖狗肉 要有四个基本原则的支持 实际上中国后来当时 即便是这批人也看出来了 搞得根本根 原教旨所谓的社会主义 正宗的社会主义 南辕北辙 所幸当时小平是逃过一劫 断了警卫人员的机制 侧面说了就是即便在中国 邓小平这样有巨大历史威望 极其挤落的老派政治家 要带领这国家改宣更张 走改开放道路 都有内部想要他命的 这样的人物存在 而旷乎想竞争他们这个几代家族同志 一直把美国作为头号敌人来看待 并且搞核武器试验也好 搞洲际弹道导弹也好 加想第一都是以美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一旦宣布并实施 要去跟美国头号敌人的首脑进行回谈 可想一致内部的震动是会很大的 当然我估计如果北朝鲜还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话 他们内心是会赞成的 赞成国家有所变化 只有变化才能图存 那么说和解再回来说 和解必须有妥协 从原来看来不可动摇的立场上 做出退浪 这是艰难的 这对朝鲜和美国双方来都是艰难的 特朗普在动身前往新加坡前 多次跟急着表示 美国追求的一定是全面的 可核实的 不可逆的半岛无核化 但朝鲜显然还是要讲究 我原则上同意的 但是要分阶段 要同步的 当然后面同步的这一条显然 我们可以看出有中国的影子 因为中国在去年 多年来一直就提出的 所谓的双三亭 美国停止在朝鲜半岛 和与韩国和日本 进行针对朝鲜的军事演习 同时北韩停止和实验 和战略运载火箭的这个实验 那么最终结果看来 所以大家普遍评认 中国是赢家的 因为看来双方都这一种实质接收的是 中国提出的方案 只不过当时双方没有人这样说 彼此这里面也一方面显示出 美国历来 尤其在近几岁来 在组织世界安全事务上 外交的成熟一面 所以有报道说认为 川普做出回答午餐后 下一个父亲 扶着儿子的后辈 扶了一下竞争 走出客厅 接受媒体的采访 但是既然这个美朝第一步已经跨出 真的是开工没回头钱 因为以川普的性格 他绝对不会接受 比利金人在进一步玩弄 就像当初伊朗玩弄奥巴马政府一样 表面上遵守了核协议 签了伊朗核协议 但是暗中丝毫没有放松去进行核武器的研制 最终被以色列铁证路上全部获得 这些技术文件 成功的技术文件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次新加坡川建会是成功的 因为他至少没有探风 至少没有像川普当时威胁的 如果从他脸上看不到诚实和诚意的话 我一分钟以后就会从会议手中整出 显然结果超过了一期 连金正自己都说 这比世界上所谓的拍的有悬疑的任何大片 都令人惊讶 这说明这双方经过私下的会谈 都认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在这个时候 面对半岛以南出现和平所光的时候 我们回过来看 中国的角色和中国的利益 在这场博弈中 是到底得还是失 归根结底 从金正第一次对外宣布 借助于韩国总统文在寅 向川普传达了要进行 川建会 美朝之前高峰会谈的时候 中国几十年来在朝鲜半岛事务中 本来一直基于舞台中心地位的角色 已然受到削弱 如果不能说是完全被边缘化的话 这显然出乎了中国执政团队的原先预计 所以说才后来发生了在两个月不到时间里面 两次把金正请过来 同习近平会谈 显然这动作做得很明显 就是要说在川建会之前 那么中朝之间要进行高峰会谈 一句扭转 在过去五年多时间的日益恶化的中朝之间的关系 这是显然的 恶化到最后结果是显然的 习近平派出的主席特使 宋涛中联部部长 到北朝鲜去待了几天 金正都不见 这完全违反了过去几十年 中朝之间交往的惯例 这显然是打中国的脸 如果不是特别打习主席的脸的话 金正在彻底得罪了中国的同时 它为了寻求自身的安全 所以迈出了这一步 从总体东北亚安全角度来讲 半岛的乌核化 这是必须的前提 那核武器掌握在金正这样的 人手中是东北亚所有地区 把案件的最大隐患 那么今天借助于川建会 由美国来执行 对他的印约书实际上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 让我们看看 金正如何去履行对川普的承诺 或者说反过来我们去看看 川普如何会去惩罚一个表面上敷衍 而实际上仍然在暗中继续持有或搞核武器研发的朝鲜 今天解释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